大家好,我是娃娃。我又來了喔! 哈囉,大家好!我是娃娃。我又來了喔 上一次啊,你們還記得有一篇娃娃教大家怎麼貼假睫毛的單元嗎? 那篇單元裡面有很多人都在問娃娃的妝是怎麼畫的 那今天娃娃就一步一步的教大家喔! 我平常的底,我都是用這種膏狀顏影先做打底 那我使用的膏狀眼影 它是裡面帶有一點點微微的亮粉 然後它可以讓你之後上眼影的話 會看起來比較亮 而且看起來比較不會髒髒的喔 那注意像這種就膏狀的眼影 我要還是比較建議大家 還是要用刷具做沾取 它其實刷上去會比較勻 也會比較貼 然後像打底的這個步驟 你就是差不多可以刷到這裡 有個眼凹的這個地方 差不多就刷到這裡 做大範圍的暈染 其實像膏狀眼影那就是拿來做打底的動作 所以我會把之後我要上眼影粉的地方 全部都用膏狀的眼影描繪一次 包括下眼影的部分 對 也會輕輕的帶過 因為膏狀眼影它會讓之後你的粉狀眼影會比較服貼 你看像眼影的部分我還是有拉長範圍 就是你等一下會畫到你眼影的部分的地方 全部那都有打到喔 你看我後面也是就有拉長 差不多是這樣子的方法 然後如果你想要就是讓眼影啊 然後如果你想要就是讓眼影啊 後面就是暈染了比較自然的話 其實你在畫一畫的時候 你可以把眼睛睜開 然後不要去超過你這個折痕的範圍以上 就會看起來比較自然 然後是在眼尾有一點點的貓眼的效果 然後記得要在刷比較深色的眼影的時候 然後不要太貪心喔 不要一直沾太多 會看起來超拉長 然後眼影的部分 你就是讓它就是上下的地方 一個七字型的 七字型 然後把剛剛你有打眼影高的地方遮蓋過去 如果你平常的技術是使用這種是眼線液 如果你會手抖的話 我其實還蠻建議大家使用眼線膠 它會比較好做修正的部分 對 那像是說如果你想要速度快一點的話 你就是選一支比較 要記得喔 它那個是筆心要比較軟 然後又黑防水的 可以畫在內眼線 記得你的內眼線是非常重要的 那有時候如果你只想要畫個就是淡淡的妝 看起來有精神的話 內眼線就是那種 有種秘密武器的感覺 然後因為像眼線筆啊 它是可以做暈染的嘛 那我們這樣可以再用剛剛的眼影刷 稍微把你想要的眼尾的部分 暈染到你想要的部位 對 然後還有就畫眼線的時候啊 你先用一隻手 就是去拉著你的眼尾 這樣子會比較好畫 就是稍微把它拉開一點點 這個是只有畫內眼線 這個是還有畫外眼線的部分 這樣就畫完囉 下影的部分的話 我要那只會畫眼尾一點點 那我會使用一點點的黑色的眼影 從剛剛有畫眼線的地方 有沒有 要做接合喔 這樣子的部分大概是畫到 一半 差不多一半的位置 這樣就夠囉 如果說你整個下影這樣框起來的話 會變得比較兇 所以如果說想要比較柔和一點的妹妹 可以這樣畫就好囉 好 再來最後的步驟 也是可以加強你的立體度 就是鼻影 要沾取就是比較深色一點點 一點點就好 希望不要沾太黑喔 你就稍微像這種顏色 比較深一點的 然後鼻影的部分 大概就是從這一塊 你用手這樣子壓 這邊有一個凹凹的地方 有交界處有沒有 大概是鼻樑跟這個凹凹的交界處 這邊這一塊 OK 有沒有變立體咧 其實眉毛也是非常的重要喔 記得像我們畫眉毛的時候啊 就是你要選擇顏色比髮色 再淺一點點 你的輪廓會看起來比較漂亮喔 那畫眉毛的時候啊 你們那可以就是先 畫眉尾這個部分 先帶眉尾出來 然後再大概的上好一層顏色之後 然後再用刷子 把它刷淡 然後接下來一個很重要的步驟 是像我們這種有染頭髮的女生 一定要必備一支染眉膏 因為如果你沒有用染眉膏之前 其實你的底是眉毛的顏色 可是你上面的毛還是黑色的 所以那樣是不好看的喔 所以你要記得就是要染一層 就很像它的功用 就很像你在刷睫毛膏一樣 然後你要先逆刷 有沒有它現在有沒有已經有一點點顏色 然後再接下來就是在順毛 輕輕的順毛 記得現在的眉毛啊 因為你看像我們的眼妝的部分 比較重一點點嘛 那眉毛的話 哇那就會把它畫成比較柔和一點 比較沒有邊緣的線條 腮紅的話記得你是要放在你的笑肌上面 就是我們所謂的蘋果肌 所以我會想要讓它就是稍微比較有一點點的線條 是可以往上拉 看起來臉好像會比較瘦的感覺 然後邊緣的部分啊 如果說你覺得你沒有畫得很好 我們可以用蜜粉 就是稍微輕輕的把邊緣 讓它柔化一點 我要習慣比較就是誇張一點的修容 所以我選的是比較深的顏色 那可是我還是一樣喔 就是沾一點一點一點的修 記得不管是眼影還是修容腮紅 都是一次不要上太多的量 不要貪心 然後像我們就刷在 從這裡我們從耳根這邊的地方 我們就開始做修容 慢慢的拉 你要像我們的修容啊 主要的功用是要讓這裡的輪廓線條出來 然後還有讓你正面 你看起來 你只要保留你想要的範圍不要刷到 就譬如說我想要變成瓜子臉 那我就想要這樣子啊 就是把這兩塊 有沒有 要把這兩塊修掉它就會變瓜子臉 所以你要那個刷修容的部分 你就是要刷這一塊位子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想要讓哪裡停 哪裡比較亮 那就是要用打亮 那記得打亮的啊 我們要用手指沾 或者是用海綿 它會比較服貼喔 而且它的效果會比較自然 好 我們先從額頭的部分 這一塊我想要讓它變瓜頭 然後再來就是鼻樑啦 我希望讓山根看起來比較細一點 因為我它的山根是比較寬 有沒有 比較寬一點的 所以我希望讓它這邊稍微比較亮一點 它就會整個就是往前面這樣尖尖的過去囉 我要可以就是教大家一個配布 就像你看我平常笑我很愛笑啊 我的法律紋就會非常的明顯 這個時候呢你也可以用打亮 讓法律紋 偷偷的藏起來 那娃娃的妝 這樣就好囉 好你看看 但是來我覺得 好多看 還有 小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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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幫你